設立在泰國台商總會的泰國台灣高科技中心 正式揭牌成立了 未來將會致力於把台灣產業的優勢 與海外台商做連結 成為台泰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平台 同時也將協助經營和技術轉型 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泰國正推動四點零產業升級計畫 泰國台商在當地生根都超過三十年 也面臨到升級轉型的關鍵時刻 由於四點零產業升級計畫 與台灣的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密切關聯 因此駐泰代表同政員自上任後 就以新南向政策為主 積極推動雙邊合作關係 第一步就是成立泰國台灣高科技中心 鏈結在地產業與台商 培育人才建立產官學研平台 協助提升產業競爭力及附加價值 總共我們會成了兩百十九位高科技專家 未來會針對台商的需求 我們才邀請他們過來以泰國台灣高科技中心 做一個平台來協助大家進行技術跟經營的轉型 我想這樣的情況下面我們也更希望 能進一步來促進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跟泰國高科技產業的一個對接 其實也是要希望我們台灣的高科技 來互相連結配合 又要有實質的 還有是勇氣經營的那種策略 那我們這邊台商也是很樂意來支持 因為這個是我們是未來的成長的一個動力 泰國台商總會長劉樹天表示透過高科技中心的成立 將台灣的技術及研發成果帶入泰國 能帶動台商再升級 台商公司總經理翁家勝認為 台灣推動的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 包括產業聚落完整 全球供應鏈中心 人才及智慧財產權等 除了提供台商產業轉型 也創造其帶動產業創新的投資 厚值企業全球競爭力 台灣宏觀電視採訪報導 然後這裡採訪報導 我們來把台商商調給錢